我現在走近這條就是遠遠看到的河口的北江大堤 在三水三水顧名思義三條水匯合的地方 我記得就是一個西江北江還有一條叫衰江 真的叫衰江 不是東江,東江在東莞那邊 那條衰江就好像在四匯那邊流下來的 在三水匯合再流出江門那邊三江之水 不知道是不是呢? 剛才我們是不是那條橋過來 前面有一條大堤 這條三水大堤又好像叫北江大堤 可能是政府用地來的 走上這條三水河口的北江大堤 那鏡頭拍下去 有一片又是廠房又是民居 那邊是北江 我們右手見的 不是這條堤應該在這裏 一邊有屋一邊沒有屋一邊有堤 一邊有堤在河邊見的 這條堤我都不明白 我打算發大水浸了那邊先 當然的啦 肯定的啦 不會浸這邊的 沒有理由這樣做 那邊不要建屋 那邊的屋一直流下來 這條堤就加固之後 沒錯 讓江面更闊 如果萬一有什麼事 那條堤應該是圍繞的那些堤 那條堤應該是圍繞的那些堤 正常的那條堤 那條堤就浸了 那條堤就浸了 幾十年都沒有發過大水了 那這些老宅 那邊有一間當地人叫鬼樓 那我理解就是洋樓 走到這條北江大堤 那就往這些老宅這邊走過去 那你看這些三四層雅背頂的老宅 估計那些樓齡都有六七十年的樓齡 那這些舊時候的民居 那河口這裏就是一個碼頭 這座雅背頂紅磚小小的屋 那是建在這些石機上面很高的 那這些應該都寬空了 沒有人住的這些 我鏡頭拍過來這邊 當地人叫鬼樓 那現在我看就是舊時的洋樓 雖然外表很破舊 但是它的結構還很堅實 這是洋樓來的 這座洋樓原來就是舊鎮時 三水河口的舊海關大樓 估計都是百多年的歷史 舊鎮時的海關是被洋人把控的 所以這個樓也是洋樓的格式 這家是屬於佛山市文物 這附近是最美麗的這座洋樓 這附近是最美麗的這座洋樓 三水市文物河口海關大樓 英國人在中國設立的早期海關之一 我見在1899年即是江稅末年 又是舊鎮時 在清朝被迫簽訂不平等的條約 然後將這個河口租給英國人 在這裏收稅 海關稅 上二樓看看 還留下很多西洋式的花街磚 很漂亮 估計這些槍就破壞了 這些鋼子後來裝上去 曾經應該是收歸國有這裏 可能是一個中國的海關大樓 我們只能上二樓 這些門都鎖了 從木門留著上班時間 你一看這個時間 上午8點到12點 下午2點到17點 就知道這裏曾經做過政府機關的辦公大樓 因為政府人員才有這樣的享受 中午可以休息兩個小時 他們回家睡覺 煮飯 海關大樓這裏 就看到外面那條北江 是江江 其實江邊離這裏還有很遠的 說明現在這條江都收窄了 以前英國人就在這裏守著河口 經過的全部要交稅 嘩 在這裏真是 豬籠入水 成百年的海關大樓 旁邊有一座本地的居民的民宅 你一看建築質量 人家那裏是百多年了 陽樓的質量很漂亮 地基又沒有下層 那些屋柱條條都這麼結實 但你拍過來一個對比 這邊這些民居你看 脫皮脫骨 那個陽台那些 你看那些木門 你一看就明顯很單薄 是很單薄的感覺 我現在一路這樣拍過來 這些河口居民住的宿舍 這裏還有一座瓦背頂的 在矮底三層的路窄 這些都 拆少見少的 因為在這些這麼背的地方 沒有人來拆 所以就得以保留在這裏 這些樓梯 都很特別 這裏叫橋東街22號一座 這些民居都很特別 三層的大背頂 民居 有一條大走廊大概有百米長 上面一層都可以住十幾戶人 這些樓梨 估計都有六七十年的樓梨 六七十年前的一個水塔 你看那些屋子 像以前的倉庫 碼頭 這條路是新整的 水上人家有個餐廳關門閉戶 有生意做 沒有生意做 我們在這裏走出去 走這裏 走出來這裏 有一條棧橋 這裏棧橋很漂亮 看上去 很久歷史 裝貼門不讓走 我現在走這條 就是當地人叫民國風呈街 但是我看這兩邊的老宅 基本上都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時候見的民居 不是民國時候 可能想打造成一條老街 所以俗稱民國風呈街 橫街宅裡面的屋都很老很老 我看到有些青絲霧窄 這些民居 有些是有人住 有些是沒有人住的 你看外面畫了很多壁畫 對連 還有這個馬路面 又重新鋪過的 政府都是希望將這一片小鎮裡面的老屋 重新盤活 打造一個旅遊景點出來 這些都是新屋來的 我們沿著河口鎮的橋西街 從街頭走到街尾 老闆這裏是街尾 橋西街 我現在所走的街道就是北岡邊 在北岡大堤的外邊 這裏 拍得很清楚 這裏還有一條小河 這條小河應該是荒廢了 遠遠的那裏 你看看 下面屋的基礎 全部是用高柱 好像那些吊腳樓 不過它不是用木 而是用鋼筋運營土 你就可以知道 這裏是河口鎮 橋西街舊鎮時候 應該是江邊的一條小漁村 遠遠的那條棧橋 鋼筋運營土造的棧橋 估計有七八十年 過八年歷史 通出的碼頭 這裏 這個景很美 我們順著這條 老闆這裏可不可以走出北岡大堤的 可以是嗎 很麻煩 這裏直行 這裏直行 以前這裏是不是北岡來的 這裏是湖城舍 湖來的嗎 湖城舍 湖城舍 我看過北岡堤外邊這裏應該是江來的 為什麼這麼多民居 可以的 你可能看一下 這裏是村 這裏是村來的嗎 這裏是村 這條村 是清朝 清朝 清朝的時候見 康熙年見 這條村很古老 所以有石碑 有石碑 有石碑 很古老 這裏住了幾年 這裏住了幾年 70多年 70多年 那你看著這裏變化了 看著變化了 那你以前70多年前這裏是河還是村來的嗎 村來的 這裏是村 這裏是蔥 這裏是蔥 一條蔥 這裏有沒有見過水浸 這裏有浸在這裏嗎 有啊 最大水 九... 浸過門頭 九幾年那裏嗎 浸過門頭 後來你不是要蓋過嗎 退了水後 倒了 倒了重新見 倒了重新見 那裏是學校的 這裏是自己住的嗎 是自己住的 你住了七十多年 那你水浸過幾次 近了七十年沒有浸過 近了七八年沒有浸過 最大水九幾年那裏浸到門頭那裏 那你浸過後再蓋是你自己給錢 還是政府給錢 我自己給錢 政府給你 政府不給你 自己給錢再蓋 危房 這樣 政府給你 現在屬於你自己的屋 自己的屋 這樣 你可以加建的 不准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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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旁邊這裏水浸那裏 有沒有浸的 都有浸的 都有浸的 阿伯你好 我了解一下 這裏的老宅民居 好啊 那時候你們水浸有沒有浸到這裏 浸到那裏 那裏呢 噢看到的 即是當時浸到那裏 噢 那都是這棟樓是嗎 浸完都沒有浸到這棟樓 噢很堅固 浸過但是很堅固 浸了多久退水 那時候是94年那時候 噢94年 噢 即是你們經歷過那種場景 噢 麻煩你啊 麻煩啊 魯先生麻煩 麻煩你啊 麻煩我們走開去不光邊 我們是廣州旅遊公司的 旅遊公司 就是拍一些視頻 麻煩一下 好啊 看得好美啊 是呀好美 現在變化好大 麻煩 好那我們繼續 沿著這條小路 走回到北江邊 北江大堤下面的一條小村 但是都不是小村的了 這條村我看都很大呀這個範圍 是喬西街75號 走回到北江大堤邊 我現在拍的是佛山市三水西南河口鎮的橋西街 也是三水西南北江大堤下面的幾條村莊 我現在鏡頭拍過去那邊就是北江大堤 這條北江大堤 叫做保護珠江三角洲 特別是廣州佛山一帶城市的一條防洪大堤 我現在就走回到那條大堤上面 剛剛我在北江大堤裡面的橋西街一帶的村莊 拍了一下路窄 包括有百多年前英國人見的一個海關大樓 我現在就上來 這個堤上面應該 原來可以走車的 我拍回去 堤的這邊就有一間叫河口中學 我看它應該剛剛喬遷回來這裡無奈 舊鎮時的河口中學 擴建城這間這麼大這麼美的中學 今天我在佛山市三水河口鎮的北江大堤附近的村莊 拍攝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看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 拜拜